日本文化社會議idel管理 早安的指示 要開啟要開啟 azo了 指示開始 今天的假日科學廣場 首先在這邊代表莊大學科學教育中心 和物理系 歡迎各位來參加我們家的 假日科學廣場活動 那這個活動我們從2018年直到現代年中 在第14年了 我是這個教育科學活動的 這個新航學學人 朱里希的出席 那在這個面桌的時間裡頭呢 其實我們非常開心 就是認識了全省 各國各地 就是非常優秀的 對科目的講師科學教育工作 那其中呢就包括我們今天的這個月的講者 我們要認識朴老師 那朴老師我們認識很久 也就是在那個佳生學廣場 剛剛開張的時候 我記得朴老師就來支持我們的活動 然後呢 他當時還是麗山高中 那可能有些朋友知道 台北的麗山高中很有名 對不對 算是 就是外號名叫科學高中 科學高中 對啊 早有第三參加的律課展 也就是學校 這樣就很難對 這是我的印象 那在這朴老師 因為非常有效 所以他今年考上了十大附中 十大附中 然後長大了十大附中 所以現在找朴老師的話 要考十大附中去考 也不能再考到麗山來找 那朴老師自己本身就是在 科學教育還有科目推廣 這個部分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那我們常說 就是數學是兩種小的東西 可是呢 他們把數學藝術化 那這個藝術呢 各位可以去網路上搜尋一下 那這個 黃老師跟這個師母他們 有主持一個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 琳瑯滿目這個 非常有趣的這些幾何的結構 立體的結構 這些東西就是我剛剛所謂的 數學學術術化 那個藝術工作室 那個藝術的術不是我們常常說 那個藝術不是那個藝術 就是說那個術變成數學的術 那也不是那個另外那個術 所以說各位有經驗的話 可以上網去看一下 然後要接一下 黃老師的工作 非常有種輝煌 那今天當然很榮幸 又有機會 不要喜歡黃老師 我原來經常就是一年 會請黃老師來一次 所以說如果這一次 做過這一場 就是對線上的這個朋友說的 如果做過這一場的話 我們換一年 就是一年一天再來 那另外我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我們常常有一個系列的活動 都是跟我們今天的這個主題 可以看一下 今天要美麗心境界 進化中的數學 那我們剛剛已經把數學 藝術化 因為我們要談這個畫 畫畫 那這個畫是誰畫的 M.C. Asher 那Asher這位藝術家 我們連續兩個禮拜去看他 那今天是黃老師 那下個禮拜是我們自己學校的 數學系的教授 尚偉張老師 他也會看Asher 那非常精彩 大家已經可以看到 這邊有兩幅很漂亮的這個拼圖 所以接下來時間 我們就歡迎我們黃陽正老師 請給他最熱烈的掌聲 謝謝 謝謝 謝謝教授 那先對今天的課程大致預告一下 我們今天只端三道小菜 然後你們通常會消化不良 那我就盡量把數學的部分 深入淺出的帶出來 那這三幅名畫網路上都有 那晚一點網路連上會帶各位去哪裡 download 如果你自己對這些東西也有興趣 或是在座是老師的夥伴 也歡迎你這些課程試著去推廣 好 那我們的時間只有兩小時 那中間會有做一個DIY 那前年我們來的時候是做比較初階的 這個數學挑戰的結構帶回家 那這個希望今天你能夠把它完成 那在座的小朋友 如果你剪刀膠水的功力還沒有那麼高 那就要有請爸爸媽媽協助他 但是不要太勞 有機會讓他能夠操作的 手眼協調的部分讓他去練習 那我們做輔助 好 那這是今天大致上的流程 那我再花一點時間做個人介紹 這是我的個人資料 因為回到老家所以就故意秀一下 好 那我姓彭老家在新屋 新屋的客家人 那不同年代叫不同名字 如果在座有校友有同學有什麼的 待會來認識一下 好 那回到附中也是因緣際會 我也是附中的校友 高中畢業20年 好 那我的服務經歷早期是登發 在北市的景星國中 後來考到了這一個科學高中 滿了十年之後 今天回到高中母校 好 那今天的課程 帶各位玩 也把各位當學生 甚至當教學者 那所謂的教學相長 今天各位的一些問題或是互動 其實我們也會在吸收跟經驗 好 所以待會有任何問題 狀況都歡迎 好 不令指教 好 那就直接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 這個 口袋遊戲 沒玩過的 待會自己抽空 找隔壁夥伴認識一下 好 這個叫做不可能的建築 那在介紹之前 我再提一下 今年年初 在南台灣有一個很轟動的活動 叫奇幻3D不思議特展 這個活動在台灣辦活動以來 算是最另類的 台灣很多活動都是故宮 或是歷史博物館 或是中正紀念堂哪裡 所以重金挖堡挖過來展覽之後 因為中南部覺得他們不是文化沙漠 所以又有新單位重金邀請 繼續到中台灣南台灣展覽 那唯有這個特展超級另類 他沒有花什麼大錢 完全不花經費去宣傳 但是過年的時候寒假的時候 在南台灣為了看這個展覽 排隊排不完 那北台灣就很好奇了 到底什麼展覽 讓這個門票賣不完 然後他完全不花錢 因為這個特展是 每個人都可以去拍照 那所以排隊排很久 那拍完照之後 每個人都在自己的部落格 或是Facebook上 拼命的PO上去 所以他在網路流傳的速度 遠遠大於廣告的效果 那北台灣看到他們門票賣不完 所以到了四五月 我們的科教館也把他整個展覽移過來了 移到北台灣 一樣是排隊排不完 你今天買票他還會旁邊貼 告訴你今天人很多 你抽空再來 他會先賣票 但是提醒你 你這個票不是今天截止 你下禮拜什麼時候有空 你請個半天假再來 然後半天假來的時候 你還是排隊排不完 你會覺得半天看不完 那預告一下 如果這個展覽錯過了 那有空他們已經在籌措第二集 所以有機會看到的時候 試著去接觸他 那會講這個展覽 因為今天就在玩這個 我們今天要端給你的三道小菜 就是談這些三度空間 再二度空間的一種特效 那剛剛各位玩的伯父的玩笑 其實就是巧妙的利用3D空間 三度的這種投影效果 在平面看到的這種變化 本來是很嚴肅的一個笑像 那經過你這樣稍微的調整 你就會看到一種投影的變化 這是背後簡單帶出來的數學 那就帶給各位去認識一下 那有興趣的話 上網去查 你打3D不思議 那這些網路上的都是個人博物館的 那點進去 他拍了數百張的搞笑的照片 通通在裡頭 好 那我們先認識 今天是拿三道小菜 那兩小時會很緊湊 所以待會我們沒有正式下課 那中間會有一個簡單操作 還有後頭的DIY壓軸 那就是你腦袋下課的時間 腦袋休息的時候 就是換各位動動手的時候 那如果各位的速度快 或是下課的時候 你不急著趕場要離開 那待會下課這些畫作 都歡迎你來合照 這個是早年台灣買得到的 1000片的拼圖 那拼了很久 然後表狂起來 那對我來說 它是個焦距的展現 那各位如果有興趣 現在這個拼圖還在賣 不過不是日本做的 而是荷蘭做的 那各位有興趣的話 你上網打A學拼圖 那你就可以看到 好 那我們今天斷了三道小菜 這是第一幅 待會我們會大概花20分鐘 把它走完 讓你看懂 錯在哪裡 為什麼可以畫錯 那到底數學的原理是什麼 好第二幅也就在螢幕上 或是在左手邊 好這個我們簡稱為爬不完的樓梯 爬不完的樓梯 那這幅畫的概念在這幾年的科普書 天下文化或是時報周刊的科普書 常常被當成封面 好所以應該不陌生 那我們今天的任務也會帶你 試著看懂為什麼人家可以畫錯 好到底是怎麼樣的3D的投影 可以造成這樣的錯覺效果 好那最後壓軸的就是這一個水網高處流 好違反自然界常識常理的這種科幻結構 好自然界不可能存在 但是畫家在平面藝術上 卻巧妙的把3D的投影呈現過來 那呈現了這個不可能的結構 好那最後我們帶各位完成的作品 就是這一顆水塔 好右上角這一顆水塔 就會是今天各位做好帶回家的一個作品 OK 好那我們就進入 好這幅畫 先把簡單的資訊秀給各位 好那這位畫家是荷蘭的版畫藝術家 那他很特別 他從小到大數學都不及格 好也就是他是做畫的 他完全不讀數學 那等他晚年的時候 他做版畫做藝術創作 做了數十年都不太有名 等他晚年去了一趟中東 去了一趟伊斯蘭教的馬賽克拼貼 接觸了這些數學的平面跟立體操作之後 回來把這些元素原料放到他的創作 突然聲明大噪 全世界的人都對他的創作很有興趣 物理學家數學家也都很有興趣 好那他是晚年才有名 那他過世之後 荷蘭有個他的博物館 那將來有機會可以去看看 好這幅畫的名字就叫做望樓 就是景觀台 料望台的意思 這棟兩層樓的建築物 有人在上面 可以欣賞遠處的風景 好這種畫作的問題在這裡 如果各位拿放大鏡去看 好看這些畫作 你拿放大鏡看這裡的屋頂 欄杆柱子 怎麼看都是正常的 好感覺上就是一幅鉛筆樹苗 好只看二樓沒有問題 好該是屋頂天花板 柱子的地方都正常 那如果只看一樓 好該是地板欄杆牆壁的位置 也都正常 那這種畫作奇怪的地方就在於 分別看都沒問題 合起來看就會有問題 好來各位看一下 一二樓接起來的時候 來試著感覺一下 這些畫作裡面哪裡不正常 好柱子 柱子怎麼說 好小朋友說 好這裡有後面的柱子 好 例如這根柱子 跑到前面來 好那或是這邊 前面的柱子 這一根前面的柱子 跑到後面去 好柱子乖乖的 來還有沒有哪些結構 不合常理 會有矛盾的部分 除了柱子前跟後的 乖乖的之外 好來 柱子贏 他這樣接的話 他這邊的角度很快樂 好也是柱子的問題 來有沒有別的問題 來給各位一點方向 來看看那是樓梯 好樓梯 樓梯怎麼了 來樓梯怎麼了 好來蔡耀宇說一下 一樓那邊 那邊叫二樓的外面 好很內行 好 那裡面有一個帥哥在爬樓梯 他會從一樓的裡面 爬著爬著突然爬到二樓的外面 好 那這個人現在在一樓的內部 爬樓梯 但是如果當他順著這支樓梯爬上去了 會跑到二樓的外面 好這是另外一個空間結構上很不合理的地方 來還有一個建築物主體本身就奇怪的地方 柱子有問題 樓梯有問題 來各位把重點放在一樓跟二樓的方位 好試著想一想 一樓跟二樓哪裡有問題 我問他有沒有硬講義 那個內課方塊 滑蟲練習 他如果沒有就算了 好來 說說看 好小朋友觀察的重點也不錯 好來這邊也說說看 來沾飯糙 下面是監獄 上面是監獄 上面是監獄 好 那個功能沒有關係 下面是監獄 上面是監獄 這沒有關係 好有東西 有小朋友說 一樓這一位 這一位帥哥 這位國王 在看那個方向 但是二樓 如果我們看 看的是整體的結構 好也就是明明都是在同一棟建築物 為什麼同一個位置的人看的方向完全不同 好這是一二樓合起來的一個結構 好那這邊各位感覺一下 如果是我們正常的建築物 好如果是正常的建築物 那老師現在用這個模型代表一樓 好這個模型代表一樓 好那這個模型代表二樓 正常的建築物一樓二樓 應該是什麼方向 好平行的方向 同一個方向 但是這幅畫裡面的方向 一樓跟二樓是相反的 好方向不同不平行 好這是這幅畫裡面要帶你看懂的地方 好那 好那我們把這個就快一點帶完 好樓梯有問題 柱子有問題 那柱子的部分 左右兩隻比較沒問題 好中間這三隻比較特別 好它的上跟下 前跟後會剛好是一個空間位置上的交錯 那最後比較特別的是它的一樓跟二樓 好如果我們把一樓的長寬高 這個長方體抓出來 好也把二樓的長寬高抓出來 好那我們把它的藝術創作的部分先放一邊 我們只把重點放在數學的結構 好這裡的一樓抓出來 如果一樓是東西向 好這幅畫的二樓很明顯的 不是平行不是同一個方向 好它會是南北向 好那接下來要請各位看一個很神奇的動作 它完全沒有做什麼電腦障眼法或是電腦合成的動作 好老師現在模仿它的一樓二樓 然後很自然的四根柱子完完全全就可以接起來 完全沒有造假的動作 四根柱子我也可以接得很自然 好那就這麼接起來就出現了錯誤 好這是我們今天想要帶你看懂這幅畫 好先看懂它為什麼有錯誤 然後接下來帶你理解怎麼畫錯 好那下次各位有興趣的話 好下次各位有興趣 你在學校的校園寫生素描 也可以把你們學校的一樓二樓試著換個方向 那就要挑戰你們的美術老師 到底是給你及格還不及格 好這幅畫的資訊老師簡單帶一下 好這些資訊網路上都看得到 好那這位帥哥就是Asia 荷蘭的版畫家 那這幅畫是石版畫 我們看起來的效果覺得像鉛筆樹苗 但是它是個石版畫 就是刻在石頭上 然後可以當個超級大的印章拼命印的版畫 好那他們是做工很細的部分 那年代在這個年代 很多小朋友都還沒出生 老師也還沒出生 好那至於這個size大概說一下 這個size簡單說就是A3的size 我們A4的size是29和29x21 那你把兩張A4的合起來 好所以它的大小大概比這幅畫還要小一點 好有一點感覺就好 好那這位畫家很特別 他當初怎麼畫出這幅畫的 他就很老實的把它得到的數學元素 數學原料他得到的這個養分 他學過之後 那數學家一句話就學完了 但是畫家很不一樣 他累積了數十年的功力 就把它全部展現在這裡 他說他設計的藍圖 就在地板上的這張草稿 好這張草稿是數學上一個有名的圖案 那他學過這個圖案之後 就畫出了這一幅畫 那至於這位帥哥手上拿的這個結構 是他因此創造出來的 好那我們帶各位認識一下結構 好這個圖案很有名 好是數學上說的內科方塊 好那這邊我們帶各位認識一下 他到底在做什麼遊戲 好這幅畫很特別 好他問這兩條線 這一堆平行線 他問這兩條線 水平的黃線跟垂直的黃線 哪一條線條在前面 哪一條線條在後面 好同樣的 另外一個有交叉的線條 綠色的水平線跟垂直的水平線 好他也問哪一個線條在前面 哪一個在後面 好那這邊我們想提醒你的是 在平面上這些線條都在同一個平面 好但是我們的眼睛很容易欺騙我們的腦袋 好待會這個圖案經過一點點效果呈現之後 你看起來這些線條都不是平的 它是立體的 好因為我們生活在三度空間裡面 眼睛看得到這樣的效果 好這是他A學提出來的問題 那提出問題之後他自問自答 那最經典的問題是這個 好這一個線條本來都是平面的 那現在我們要請各位想辦法發揮你的想像力 把這樣的立體解讀成一個你熟悉的正方體 好國小課程裡面三不五時跑出來的正方體 好它雖然都畫在平面上都是幾組平行線 但是現在要試著說服你的腦袋說 它可以看起來像一個正方體 好那正方體的部分 我會帶各位複習一下 可能這個名稱已經不熟了 但是結構就是我們最熟悉的正方體 想辦法把那個線條看起來像一個立體的結構 空間中你看到的正方體 好那最特別的是 他可以看出兩種方位的立體 好我們先帶各位看一下 那這個內克很特別 他是18世紀的銀行家 簡單說就是在銀行上班的人 數鈔票無聊的時候 想出來畫出來的 發表之後數學界對他非常好奇 好他說這樣的線條 我可以看成這種方位的立方體 好試著連結一下說服你的腦袋 你有沒有辦法承認或接受 這組線條我可以看成這種角度的立方體 OK 好那同學小朋友會說 這三條線哪裡去 需要的話你用立可白立可帶給他點一下 好那我們習慣在表達平面上 在圖畫紙上表達立體的時候 習慣把後面看不到的線 看不到的結構 用這樣的虛線隱藏線來傳達 好這樣子的效果是 試著說服我們的腦袋 你願意接受它是個空間中的立體 好那內克方塊之所以特別是 它不只同一組線條看出這個立體 它還可以看出另一個方向的立體 好這個立體我們現在可以說 我是從高處看桌上的立方體 那同樣的線條 它只需要把實線跟虛線換一下 你可以看出第二個角度的正方體 好剛剛是低頭看你桌上的立方體 現在是抬頭看到的另一個角度的立方體 好這是18世紀就已經很有名的內克方塊的線條 好那到了20世紀A學學到了之後 就畫出了這幅畫 那待會我們看它怎麼畫 好現在我們帶各位有一點認知之後 內克方塊你約略理解之後 我們現在把正方體變成長方體 好那這樣畫也有一點失真的感覺 不過這是利用我們S軸Y軸Z軸的效果來表示 好各位看一下 同樣的線條只因為誰在前誰在後 我把它放在桌面上的時候 你就會察覺出剛才 東西項跟南北項的一二樓 好那最後為什麼A學完全不需要做 它不需要用電腦合成 不需要用障眼法 就可以接好輕輕鬆鬆接好這四根柱子 好這東西像南北項 好原因很簡單 因為一樓跟二樓從頭到尾都是同一組六邊形的線條 好它只是把這一個一樓像個滑鼠一樣 輕輕鬆鬆滑上來 那你看到的白色的柱子 實際上就是它移動的軌跡 好移動的方向而已 好這次我們初步帶你認識一下 那接下來準備要各位牛刀小事 你馬上就變大師了 好我們現在帶你練習一下 怎麼樣從正常的一二樓 好現在左手邊看到的是正常的一二樓 正常的柱子 想辦法 待會你可以馬上畫出不正常的一二樓 好待會請各位要馬上理解這裡 內科方塊前後的效果之後 好馬上變出不正常的一二樓 好來請各位講義熱騰騰發下來 好來現在請各位講義分到第二頁 還有部分 好還有部分 好來或是從你的包包裡來拿出鉛筆或原子筆 那可能好幾個人好幾個人一份 或是同一個家庭夥伴 同一組家庭夥伴你就一起拿一份 好你的介老師一下 好待會拿到獎益 各位的翻到第二頁是這一頁 那中間這個就是請你再複習確認一下 剛剛說的同一個線條 你可以看出兩種方位的正方體 內科方塊要你的練習 那下面的圖形 各位就試著像現在的螢幕 想辦法一邊畫出正常的一二樓 那另外一邊畫出不正常的一二樓 好那如果OK的話 請小朋友練習 那畫的線有沒有很直 或是稍微歪 確認一下現在有兩個小任務 第一個是內科方塊剛剛說兩種方位 你可以表達出來 好可以用虛線隱藏線來凸顯 那另外一個畫出正常的一樓 和不正常的一二樓 好家長看看小朋友的狀況 好那畫不畫的直沒有關係 那個感覺效果表達出來 好那爸媽如果你已經很清楚掌握 就需要的話稍微給予指導 好那老師再複習一下剛剛的內科方塊 好讓你確認內科方塊在幹嘛 好內科方塊第一小題的熱身是 這組線條你要畫出這兩種方位的立方體 那這一個立方體是幾乎百分之八九十的人 最熟悉的方位 好就立方體放桌上 我們就從高處看它 好那第一小題的任務 請各位把實線虛線表達出來 好這一個角度的立方體 大家比較不習慣 好因為你要抬頭看 才可以看到這樣角度的立方體 好來第一小題的答案揭曉 好還莫名其妙的抬頭偷看一下 如果你覺得我就是要自己努力出來 那你可以先不看 待會需要提示我們再陸續引導你 好那好現在各位的任務 就是要畫出正常的一二樓和不正常的一二樓 好那畫出這樣的線條 畫出這樣的線條 那柱子你會接得很自然 接得很自然 好那最後 好最後我們就連續四個動作 讓你真的一目了然 好現在你畫對了可能也還有點莫名其妙 好那我們現在教你四個動作一次把它變完 好那有興趣把它當電腦動畫的可以把它連起來 好現在螢幕上看到的是正常的一二樓 好這個大家因為正常所以你也比較會畫 好那現在我們教你如果現在不是連續的圖案 要你在同一張圖案上去變 你很簡單先畫正常的一二樓 然後把隱藏線畫出來 好確認一下四個步驟你就很厲害了 左邊是先畫正常的一二樓 然後把藏在後面的隱藏線表達出來 然後現在把實線改成虛線 虛線改成實線 好最後你再把虛線擦掉 好馬上就變成不正常的二樓 好那紅色這根柱子本來會被遮住 在這個方向的時候 這根柱子會突然跑到前面 好那這道小菜我們就先點到這裡 好希望你還可以消化 好那我們就繼續接下來的主菜 好在小菜結束之前來先嚐一下這個甜點 好這是網路上找到的照片 有人真的用熱高雞木試著煮起來 好那各位可以很明顯看到它的柱子 很明顯看到這個柱子是歪的 好那這個網路上就有的圖片有興趣上網去抓 好那巧合的是一樓二樓畫好之後 我們會在一樓的地板二樓的天花板再看到一個內科方塊 好那最後我們再來看 Asia發明出來的結構 它是根據18世紀的這個數學藍圖畫出這幅畫 那它又自己創作出兩個不可能的結構 好那我們帶你把它看完 待會帶你上網去下載 好這是網路上有一陣子人家流傳奇特的照片裡面 有個人模擬拍的一個寫真照 那各位將來有興趣也可以考慮拍這種照片 好這是內科方塊 希望你有能力看到這兩種角度的立方體 那為了方便解說 老師現在把它用電腦線條把它畫成是骨架 把它變成是漏空的 好接下來A學的發明很厲害 老師簡單說 他把他把綠色的天花板 綠色正方體的天花板接到黃色的地板 好就是剛剛A學問的 到底這些線條誰在前誰在後 好綠色的天花板接到黃色的地板 好這就是一個三度空間不可能存在的 好立體結構 那會這樣變的話你也會這麼變 黃色的天花板接到綠色的地板 那為什麼變得這麼自然 完全不需要造假 好它完全不需要變魔術 好那答案是內科方塊 從頭到尾都是平面的六邊形 只是今天它可以欺騙我們的認知 欺騙我們的大腦說 你覺得它可以是立方體 好那這是我們今天 介紹這些畫裡面都是強調三度空間 跟二度空間投影的一種連結 好那接下來帶各位 好如果你還不過癮的話 我們帶各位上網去抓一下 好各位有興趣的話 打關鍵字上網搜尋MCA學 或是只打A學應該也可以 好第一個網頁正常來說就是 官網Official Asia 好那進去之後 雖然地主國是荷蘭 不過它都是用英文呈現 那那麼多ABC看不懂也不要害怕 只要看懂一個英文 看懂一個英文叫Download 其他都看不懂沒有關係 只要看懂Download 那各位對於A學的畫作 或是待會下課有興趣 這個Galaxy是它的畫廊 它不同年代的作品通通放在這裡 那前面的五個階段都是版畫 然後數學家都沒興趣 真正數學家有興趣的是他晚年 去了伊斯蘭教帝的國家 瀏覽過之後 所以今天這幅畫 還有待會會介紹的樓梯跟這些 你都可以上網去點 而且解析度都夠大 解析度都夠大 你下載都幾百幾百K都夠大 好那我們直接帶你看Download 那時間關係我就不在這裡下載 我已經下載好 待會我們這三道菜的動畫 它都秀給你 而且是數十年前它就掛在網路上 不過數十年前網路的寬頻沒那麼夠 那四點多MAY在數十年前 你下載要半小時 現在下載不用十秒鐘 那這個解析度不太不太好 那沒關係 我們待會就直接帶你看 好待會的時間就大概只有三十秒 那第一次放我都不講話 各位想辦法去看他到底要說什麼 然後待會第二遍老師再做簡單的旁白解說 好 好 好 There in the middle makes sense They connect the front of the building to the rear It's just like spaghetti The top floor has been turned to 90 degrees in relation to the bottom floor That's the way it's built Even the people are fak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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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從那一邊的高處往低處流 按照大自然的合理性 這裡的水 它的腦袋只能接受說 水要同時從上面往兩邊流下來 至於下面有沒有淹水沒有關係 但是大自然的定律就應該長這樣 那水從哪裡來也不用擔心 上面有水塔 水塔反正會供水 好來 萬一有人這麼說 老師這裡的水這樣流 怎麼辦 如果這幅畫的水沒有問題 那這幅畫就可以跳過了 我們就不用解說了 那老師佩服A學的地方就在於 他已經去世了 但是當年他在創作這幅畫的時候 他可能就設想周到有人會這樣跟他吐槽 所以他在這幅畫裡面畫了一個很細緻的動作 試著傳達告訴世人說 這裡的畫 這裡的水只有一個方向 好 這裡的水到底是上面流下來還是下面流上去 好 他畫了一個很關鍵的動作 很關鍵的結構 試著說的說服你的眼睛 這裡的水道還是按照大自然的原理 從高處往低處流 好 那如果你還沒看出來 我先帶你看下一個畫 好 這是在南投蛇窑 有機會剛好拍到 呼應的這個結構 好 這人家圍牆外面的一個裝飾結構 這個水缸是出水口 好 那這個水道有這個階梯的效果 好 所以出水口的水是從這邊高處往低處流 好 如果用這張畫的水平跟垂直來看 你會覺得水怎麼越流越高 那實際上真正的水平線是水溝這邊 好 所以他真正的落差就像階梯一樣 我在下樓梯 我是從樓梯的高處越走越低 好 這是剛好有機會拍到這一幅對應的效果 那A學的厲害之處就在於 他的水道不是普通的水道 他在水道的地方 特別畫了這種階梯狀的結構 好 他畫了這個階梯狀的結構 我們用這一根來說 他施著用階梯的效果告訴你 這裡 箭頭這裡是水的高處 這邊是階梯的低處 好 所以水是從階梯的高點 往低處流 那換一根水道的時候 他還是從樓梯的高點 往樓梯的低處流 好 如果你拿放大鏡看局部 你會很合理的被說服說 水真的要這樣流 而當你跳出來看 才會發現 水竟然流回原處 好 這也是他不可思議的效果 好 那至於這幅畫 最後到底怎麼回事 好 那這位畫家也很老實地 交代了這幅畫的源頭 好 這是A學的另外一幅畫作 好 比剛剛那幅畫慢了三年 好 也是他 最熱門的時候 好 那大小還是差不多 跟你A3大小 好 那確認一下 各位對A3有一點感覺 好 這是A4 好 兩張A4拼起來 所以真正的 步步大概就這麼大而已 好 那這個拼圖實際上是又放大 好 就真正的版畫只有這麼大 好 那這幅畫也是A學的 自畫箱之一 旁邊是彈珠 中間是Pachinko 右邊是保麗龍球這樣 好 他說 他的Idea就來自於這幅畫 這幅畫在天下文化出版的一本書 好 就看得到 好 那在封面上 那這個是很經典的 叫做潘羅斯三角 好 潘羅斯是誰 是 20世紀初 英國的一對 心理學家 好 副子黨的心理學家 他們在英國的心理學月刊 發表了這個結構 好 那A學在那個年代搬到了 覺得好特別 好特別的一個空間 3D跟平面的投影效果 那他就拿來當作他的藝術創作的元素 好 這個不可能的三角一樣 如果你拿放大鏡 只看局部 好 如果你只看局部 每一個轉彎點 都會是正常的立體效果 但是合起來 跳出來看的時候 這個三角結構就不可能存在 好 那我們也簡單帶各位理解他的創說 好 老師先用平面的效果 你假想 平面上有 三個六邊形 好 你像滑鼠一樣 把這個 白色六邊形 右下角 再移到左下角 再移到 上面 好 在平面上來說 他只是一個平的六邊形 移來移去 那藍色的虛線 只是他移動的路徑 好 但是很特別的 因為我們的眼睛 跟腦袋的溝通 真的很習慣 看到他 會用立體來解讀 好 所以我們換一種 手法來表示 好 他本來是平面的六邊形 但是各位的腦袋會隱隱約約覺得 他是空間中的正方體 好 所以我們把三個角度拿出來看 好 好 這樣一系列的六邊形 透過這樣的遮蔽效果 你的腦袋會容易接受說 這裡好像是四個正方體 放在桌面上 好 那同樣的 當綠色的跑到左邊的時候 好像又再多放了三個正方體積木在桌上 好 到此為止都還覺得合情合理 解讀成空間 那最後藍色的正方體積木 再繼續往上放 好 正常的話 他應該會遮住 綠色的正方體 如果他在三度空間 好 會有遮蔽的效果 那 潘螺絲三角就很巧妙的 把這一顆綠色 印刺給他搬到前面 明明他在躲在後面的 印刺把它搬上來 好 就形成了一個不正常的循環 好 那接下來我們透過幾個網路上的照片 帶你看懂 三度空間的他 應該怎麼樣 好 這是有人真的聚了三根木條 拍照拍出來的 潘螺絲三角 我們已經說他不可能存在 但是人家很厲害 拍照可以把它拍成這樣 好 那現在看各位會覺得假假的 可能哪裡作弊了 哪裡怎麼樣修飾的 看不出來 待會我們看第二章 好 他現在的狀況是這樣 這個大理石的地板上 他先擺了兩根水平的木條 好 這兩根木條都貼在地板上 但是這一根木條是垂直 垂直在地板上 只不過你的照相機要很特別 要在這裡剛好切到的位置去咔嚓 你就可以拍出這個照片 好 那網路上這種東西總是說不清楚 有人更厲害了 比較是教育學者 他拍了這張照片 讓你一目了然 到底他在說什麼 這張照片很特別 後面是一個鏡子 後面各位看到這一個是長方形的鏡子 前面擺了一個花瓶 黃色玫瑰花 那他用鏡子是希望對照說 這裡是這個角度看到的 鏡子剛好對稱呈現出他的背面 好 這一個木條 就是剛剛模仿潘羅斯三角的結構 現在看你會覺得好像找不出毛病 那他想要用鏡子的效果告訴你 三度空間的他根本是分開來的 好 那這兩根木條是剛剛說的 他貼在地板上 躺在地板上 然後這一根有很多ABC的這根木條 實際上是垂直地板 各位可以從鏡子那一頭確認 他真的垂直地板 那至於旁邊的玫瑰花跟彈珠 只是方便你做對照 真正的東西沒有作弊的東西 那這一張畫是技術上 某個角度拍到看到的效果 那他也很厲害利用一點陰影效果 剛好把這一個遮起來了 好這是三度空間的 單羅斯三角 到底應該怎麼樣 怎麼巧妙地呈現在平面上 你可以說明明不接不起來的 但是拍照之後變成投影的平面 通通接在一起 好最後A學就技術性的畫了三個潘羅斯三角 就畫出了這個水網高出流的瀑布 那至於三角形在哪裡 倒很容易拆出來 反正看起來像三角的就對了 好第一個在這裡 好這兩根水道跟那四根柱子 水車這邊的柱子剛好是一個潘羅斯三角 好只不過因為水道的階梯越來越低 所以比較沒有那個長方體的感覺 好第二個三角出現在這邊 好第三個三角 好那個階梯越來越低了 長方體的感覺越來越弱 好A學說他畫了三個潘羅斯三角 用了三個三角 把這個瀑布接起來了 好那數學的觀點可以看到第四個 也就是通通放在一起的時候 也可以當是第四個大三角 好那最後雖然是 這節課的賣點是數學 不過也順便分享一下A學 他做藝術創作的那種人類的夢想 好那他在這幅畫裡面 還特別畫了水車 好他做了一個期許 好人類在工業革命以來 其實一直在努力發展製造一種說 永動的機器 好永恆的機器 只要一啟動 他就可以一直執行 好但是物理的能量守恆 告訴我們不可能 好不過A學還是試著把這樣的人類 努力的夢想放進來 好他說 這樣子的 水網高出流這樣的瀑布結構 如果可以設計出來 那只要在這裡加個水車 好就可以不斷的水力發電 那全世界全人類 就不會為了油田 為了黑金 飛彈飛來飛去 那我們的世界 我們的地球也會更美麗 好更環保 好這是A學做這幅創作 做的一點藝術的理念 好那我們最後來看一下這兩顆立體 那這兩顆立體都有DIY 那不過各位要看看 我們今天的目標在右邊這顆水塔 好左邊這顆水塔 那你第一次看的時候會覺得 好複雜 好不過這顆立體 它實際上只有三個正方體 好它只是三個正方體 巧妙地放在同一個空間中 好用不同的方位跑出來 好這是這一顆水塔 好那這顆水塔的DIY 後來在去年也設計出來了 是北市科展老師幫忙設計的紀念品 好那它的設計 好那一年剛好2009是國際天文年 那一年的設計 變成說你萬一不想做 當天文海報也可以 那這是這一個DIY 那這個DIY我們今天沒有主動發 好那除非你是一家子人來 你已經會拿好幾張這個DIY的 那你覺得都一樣不太好 那你想要挑戰一下 你可以試這個DIY 好不過預告一下 你做完它要至少一小時 好感覺一下 好那那我們今天的目標在這邊 那三個正方體 各位大家可以來看 需要的話來看 這做好的模型 三個正方體在哪裡 那實在看不出來的話 老師有偷偷做了記號 好看顏色 那對照的有另外一個立方體 這顆水塔不在畫畫裡面 但是它是四個立方體 好如果你對於這種結構的觀察有興趣 你大概可以來試著看一看 好那我們今天的目標是右邊 那三個正方體我就帶一下 好這個角度對到一個正方體 好然後換個角度又有第二個正方體 好最後這個角度還有第三個 好那這是這顆水塔 雖然很複雜不認識 但是它的元素很簡單 好那至於今天做的這一個 我們稍微介紹就開始帶各位DIY 那中間待會要洗手間要喝水的 就自己動作 那在兩年前 中央物理科學中心這邊 中央物理科學中心這邊也做了一個文宣的設計 那它的概念跟今天這顆水塔很像 好那這個設計叫做1加1不等於2 好從外表看起來只是一個正方體 好經過巧妙的切割可以這樣接 好不過看久了就不新鮮感了 好那接下來它厲害的是可以這樣分 好分開來就是那一顆水塔 好雖然你看起來還是好複雜 還是不認識沒關係 好做了放在桌上自己覺得漂亮就好 好搭配做成兩個複雜的水塔 好那也可以翻成 你閉著眼睛都畫得出來的正方體 好從小考試考到大的正方體 好那簡稱為1加1不等於2 好是兩個正方體相加 好經過巧妙的設計 好變成1加1 好最後等於1 好這是去年幫中央大學這邊 好物理科學中心做的一個創意文宣 好那我們今天不做這個 因為這個做完 要做16個零件 你也會花很多時間 好我們今天做這個 你只要做6個元寶 好做6個元寶 好那當初 這邊的定位是 來一位你就可以拿一張DIY 好但是老師帶我強力的建議是 如果你是同一個家庭 或是爸爸媽媽小朋友 你雖然一人一張 但是你今天的時間 老師建議是一起做一張 好那大朋友協助小朋友 主力讓他操作 那我們協助他 或是你真的手癢了 你要把小朋友拋棄了 好那沒人可以自己動手做 好那待會怎麼做 老師把流程走一趟 好那這次網路上也看到人家模仿這個瀑布 那這一個看起來就是數學比較不內行的 好他的兩顆水塔不太會畫 所以畫了金碧輝煌的屋頂 好不過小朋友都會看起來很有味道 好那至於左手邊也是樂高系列人家創作出來的 好那當然他對那兩顆水塔也不太內行 左邊還勉強比較像 好右邊怎麼看都不對 好不過一般人外行也看不出到底誰對誰錯 反正重點在於這個瀑布 好那我們待會那個動畫 也是三四秒的動畫 我們待會壓軸的時候再修給你 好那我們現在準備要發DIY 好那這個早期六年前七年前是在新莊幫遠哲基聚會做的藝術創作的展覽 好一百瓶的展場裡面展出這些畫作教人家認識 然後最後做DIY就是一加一不等於二 好那我們今天做的是後來有機會看到的一隻玩具 那待會發為了避免各位 一下子人擠在這裡 所以我們會請助教 大學生助教來幫忙發 在這邊 好來原則上是一人一張 那這邊特別有申請到經費 那鼓勵各位來 教教是他那個 好那我們原則上 待會都發這個 然後你們家來了N個人 你就真的想要挑戰一小時這個三合一立體的 你拿到之後你再來換 再來換 好你先拿到我們今天會給你的操作一張 然後你真的覺得你的剪刀膠水的功力就是非常厲害的 你要想要挑戰這個三合一正方體的水卡 好來先拿一張 然後自己開始協調 你今天 待會大概只有二三十分鐘可以做 那老師建議你是一個大朋友 跟一個小朋友一起合作 那多的你今天拿到的DIY 剩的帶回家再做 帶回家再做 那客戶去就是有要換的 好那DIY有要換的 有要換的 待會朱教授會帶下去 各位小朋友 老師強烈建議你做六個元寶 爸爸媽媽不過癮的 你可以挑戰 那個老師每日每夜的做 我都要半小時 好那我完全不用看製作流程 我拼命做都要半小時 好你們認真做看著流程做至少要一小時 好一小時的意思是 待會做到天黑你都還做不完 好如果你要做 你要做這一張的話 你做到天黑應該都做不完 好老師建議你現在做六個元寶 好那一個回去做 那可以找地方去下載檔案 老師再跟你說 好那現在先不多說 來請各位溫柔的把展開 現在你先 老師建議是親子合作一份 好待會親子合作一份 你多的DIY回家 好再跟家人做分享 來先把六張都鋪下來 讓你的桌面清空乾淨一點 好剝完聖的展開圖 聖的紙張再往後面傳給我們的大哥哥大姐姐 好幫你桌面清空 讓你待會比較好處理 好六張撥下來 然後這一張傳到後面 讓你的桌面清空 你待會知道零件在哪裡 好現在拿一片零件 來對著螢幕或是對著老師 來現在拿一片零件 來先拿一片零件 好來大朋友也可以 你也幫忙拿一片零件 好待會我們要教你折這些線條 折這些線條 只有兩個地方是凹下去的骨線 兩個地方凹下去 好那各位先看 老師這一張已經先做了一個動作 是待會貼雙面膠 最外圍你先觀察一下 有幾個小小的窄窄的 扁扁的梯形四邊形 那這些是待會要貼雙面膠的預留邊 那雙面膠就直接貼在正面 貼在正面 好這是一張年劍的展開圖 那剩下的五張都長的一樣 只是顏色不同 好那待會很特別的是 各位現在看一下螢幕 看一下螢幕 你的左上角 箭頭指的這一個虛線 它是骨線 它要凹下去 那有一個小小的技巧折法 你認識 直接把它凹下去會有一個小問題 因為線條只有一小段 它沒有整段 那你直接折不好折 而且不好看 那所以有一個小動作 來各位先把左上角這邊 整條左半段 往後折 整個左半段 往後折 從後面看 會長這樣 就整個展開圖 左半段 這裡有四個三角形 通通往後折 折好之後 會像這樣 折好之後 那接下來 你再把右上角 這個尖尖的三角形 往後折 折過去之後 不要打開 這一段不要打開 然後左上角 這個三角形 往後折 這時候翻過來看 剛剛箭頭指的這一條線 就凹下去了 就是我們說的骨線 就這個小動作 因為它剛好對稱 所以這樣折 讓你折得輕鬆愉快 好 那同樣的 剛剛是折左半邊 這裡的骨線 那右半邊 這裡的骨線也一樣 那怎麼辦 最偷懶的方法就是 把整張展開圖 旋轉180度 又回到左邊 你就再一次 左邊這四個三角形 往後折 左邊的四個三角形 往後折 然後左上角的三角形 壓下去 從後面看 這條骨線又結束了 整個展開圖 它難度高 就高在這兩條要凹下去 剩下的線條 講誇張一點 你閉著眼睛折都沒關係 剩下的線條 通通都是三線 通通往後折 你就不需要思考 所以老師現在強烈建議你 先把六片零件 該凹下去的骨線 現在通通 像生產線一樣 把它複製 把它秒殺 不然待會你一顆元寶做完了 第二個零件 你又都歸零了 你又忘記誰是誰了 好現在先確認 每張零件 都有兩個凹下去的骨線 怎麼折 好有問題的就舉個手 我們的助教 大哥哥大姐姐 會究竟幫你確認 到底誰要凹下去 你已經忘記 誰該凹下去了 就舉個手 好每個零件 兩條凹下去的骨線都折好 折完之後 剩下的線條都不用思考 你可以邊唱歌邊折 都不會折錯 來有問題就舉手 好就這兩條最特別 這兩條先折 其他的都很正常 都是凸出來的三線 都往後折 好然後六個零件都折好的 確定每個線條 都是實實在在折好的 開始把六個T型的 外圍T型的地方 貼雙面膠 貼雙面膠 每個地方都貼滿貼雙面膠 好那待會我們要教你把它組成圓寶 好那現在螢幕螢幕的地方就是剛剛要呈現的動作 你先折四個三角形 折到後面去 然後再折三角形 你就會看到三線跟骨線 好那右半邊這一半 你旋轉180度之後 就再做一次 好再做一次 好來三線骨線確認一下 就是待會零件元寶裡面會凹下去的這兩條線條 你只是先完成凹下去的骨線 剩下的都是凸出來的三線 好零件折好的來開始用雙面膠 小朋友如果使用剪刀 會稍微有危險的就請爸媽協助 是把它弄好讓小朋友去貼去練習手眼協調 好那剪刀還會有危險的 爸媽要幫忙看一下 好六個零件都折好 開始再折的先折骨線 剩下的比較不思考 好雙面膠不是每個人一卷 各位不要等等到就天黑了 所以就拉一段出來 拉一段出來 然後你就需要多少剪多少 不要整桌人都在等那一卷起來 好那老師這邊先統一解說一遍 好你先踢一下 雖然還沒到定位 你先踢一下 待會怎麼做 你的誤差會最小 好那等一下這個零件 我們也會各路大概放一個 讓你大概知道待會的目標立體是什麼結構 好翻到背面 然後像老師這樣 現在這個白色的面對著你 你把左邊跟右邊四個三角形遮起來 好左邊跟右邊四個三角形 稍微用手遮起來 你在中間會看到一個很大的四邊形 好那等一下把這四邊形的兩個尖尖的這兩個銳腳 好這兩個我現在十指碰到的這兩個銳腳 好在空中 它是同一個頂點 好在空中碰著 碰到之後旁邊你一開始折凹下去的骨線就壓下去 好待會你的任務是這個動作碰到之後 你要在中間看到一個金字塔 一個四角錐 好如果你看到了 就把它精準的位置 雙面膠貼起來 好這個金字塔 只要抓得出來旁邊的三角錐 你就自動蓋起來 好你就可以完成零件 好你的任務是先把那兩個銳腳空間空中碰到 兩條凹下去的骨線壓下去 會看到四角錐 好會看到四角錐 好不太清楚的 或是你怎麼碰都看不到四角錐 就舉個手 不要客氣 好不要客氣 那盡量是對準了 才把雙面膠該固定的壓住 好讓它黏合起來 來這邊零件OK嗎 來要幫忙做 任務是這個 這個回家再挑戰 今天任務是要做這個 他們兩個一起 來那幫忙做兩三 有做好六個零件的 就試著組出那一顆水塔 試著組出來 如果你實在那水塔黑白的看不出來 你就把零件帶到前面 我們首先任務讓你營養化葫蘆 自己觀察顏色跟方位 想辦法複製出這個零件 待會下課前我們會教你高級的解法 好那你現在做好零件的話 可以先試 或是帶到前面來 一樣化葫蘆 零件做好的 可以試著看前面的色彩跟方位 好如果畫裡面黑白的效果結構看不出來 好要做六感 好再加油再做六感 好你試著看六個顏色的方位 好或是真的看不懂 你帶到前面 好一樣化葫蘆 那先不管它到底怎麼回事 你試著有個模型 你可以 好如果需要提示的話 給你提示一 每個金字塔的頂點都要碰在一起 好六個金字塔的頂點都是同一點 好要碰在一起 好來 來現在請各位就坐 好那如果你進度比較慢的 好那不急 如果待會你不急著趕場回去 你可以慢慢做到好 做到甜蝶這樣的 好那至於天文版那個三合一正方體的水塔 待會會讓你確認一下 你到底要不要做這個回家功課 好待會我們光是把流程秀出來 應該有一半人就正亡了 好來我們先看一下電腦的動畫 那也是網路上可以download的一部分 回去回去 好那這個流程只是本來都在製作說明裡面 但是不容易看懂 或是說你頭一次操作真的不清楚怎麼辦 好所以老師就試著把它當一點流程圖介紹 好那最後這金字塔的點碰在一起 你就可以完成 好那這是一點點操作給各位認識 好那再看最後壓軸的小菜以前 來我們看一下 好那這三個動畫都在網路上 好有空可以分享 很好 能量的敲目 能量的敲目 一般的敲目 三小艘的敲目 在一层的敲目 或是一层的敲目 而是一层的敲目 而是一层的敲目 能量的敲目 一般的敲目 把敲目的敲目 現在操作的敲目 是一层的敲目 我承讃是一层敲目 是的 你看 就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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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 我們現在 現在我們走 這個 有個不同的 這個 有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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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幅畫 如果真的有建築師 要搭配 可以拍出這種照片 這是一種詮釋方法 它是直接沿用 潘螺絲三角 實際上三角形式 這幅畫 如果真的有建築師 可以拍出這種照片 這是一種詮釋方法 潘螺絲三角 實際上三角形式 是 切割的 那第一次看這幅畫 通常看不懂 因為 你會覺得好奇怪 那它的操作是 一樣 有建築師 模擬出來之後 直升機帶你到指定位置拍照 就拍出了 看起來是水 水往高處流的假象 那接下來 它帶各位 從瀑布降落 順著水道 去流 很明顯的 水道 待會是切開 而且這裡的水 是假的 像果凍一樣 不會動 它只是凝固在那裡 那所以你必須要切換 那最後 順著水道流出來之後 它帶你360度環繞 那這時候 分開的水道更明顯 那待會看第二遍的時候 各位環繞的時候 試著去抓一個重點 好 除了水道的階梯狀之外 那另外各位先猜測 這兩顆水塔 誰比較高 好 這兩顆水塔的方位 誰比較高 好 在指定的位置 水道似乎是接起來的 好 那 那現在會帶各位 好 去降落 那 階梯的感覺 越來越低 是想傳達的 好 那水道像火洞一樣 是凝固的東西 好 好 最後一個潘樓是三角 好 那瀑布再降落 好 那現在帶各位 360度環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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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後我再分享一個比較不一樣的詮釋手法 那這個動畫是按照A學當初的idea 他是由潘樓氏三角 所以水道切斷 那也因為切斷 所以你會覺得比較假 那這邊說一個很單純可以直接從3D效果拍出來的照片 好 各位先假想一下 你現在站在關渡橋 關渡橋上看著淡水河往河口流出去 好 那我現在用這個螢幕 這裡的線條大概全示說 這個S型是越流越遠的河流 好 就我們站在橋上這個水 這個河流從我們的腳下越流越遠 流到出海口 好 這是三度空間大概的效果 那你要怎麼拍就可以輕鬆拍出這種照片 就是你搭的水塔的柱子 只需要剛剛好在它轉彎點 好 設計出那個角度就可以 好 所以實際上可以不像它這樣水道是切開的 你的水道還是越流越遠 只不過你的水塔的柱子結構 剛好要在投影在它轉彎的地方 好 那你就可以輕輕鬆鬆秀出這樣的 效果 當然水並不是在一起的 而是分開的 那這也是參用投影效果的一點手法 好 那先預告一下 因為剛剛好多人覺得越困難的 應該是越能顯現你的能力 我們先讓你確認一下 你到底要不要做這個回家功課 因為剛剛好像有人換不到 然後有點心情跌到谷底這樣 好 那這篇文章也在網路上 好 那甚至待會兒這個PowerPoint 你可以網路上去下載 好 這顆水塔怎麼做 是那一年 我們立山高中剛好承判北市科長 那有一些經費我幫忙設計的DIY 因為早期都是做書籤做扇子或帽子 那我們特別做這樣的操作 好 那這就是你剛剛拿到的 好 那三大個零件線條都很複雜 好 讓你認識一下 好 展開圖撥下來 然後有一堆股線 一堆三線 好 這是你最辛苦的地方 好 剛剛這個零件只有兩條是股線 好 你掌握到就沒有思考 好 這個零件上面所有的虛線都是股線 好 那你看一下右上角 製作步驟裡面 就是要你對右上角那裡面一堆的虛線 好 這是你很辛苦的地方 務必要每個股線都折到 凹下去的股線 好 那檔案裡面簡單做了一些介紹 哪裡是凹下去的股線 好 最後三線也還一堆 好 這些十線都是三線 好 那你大概光是為了折好三線股線就好 要花二十分鐘了 好 因為你要不斷的比對 好 那我是都不用比對 因為我很清楚誰是三線股線 我就拼命折 好 都折好之後 也是一樣 雙面膠通通貼好 好 最後難度最高的是 每個零件自己要先變成立體 好 這裡面三線股線 那現在這些黃色四邊形都是貼雙面膠的地方 好 等你搞懂哪裡要貼 貼好了 也有二十分鐘過去了 好 然後 最後貼起來是單一的零件 那總共有三個 好 那這裡凹跟凸 看到的立方體的每一個角就出來了 好 最後難度最高的是 把這三大零件合起來變一個正方體 好 那就按照數字順序 好 一到十二 依序把它接起來 好 那我就大概讓你知道 未來回家功課 好 最後特別注意的是 當初該凹下去的股線 一定要凹下去 不然黏起來會很奇怪 好 最後的數學問題 如果做出來 你看不出來的話 那這邊有一些提示 同一個顏色 角落有一個顏色 那就是一個正方體 這裡看得到三個 好 那這個DIY的操作 就給它一個趣味的名稱 叫Triple Cube 就三個立方體 好 那這是A學這幅畫 一點點 人類探索3D、2D的一點效果 好 那特別的是那一年 國際天文年 所以搭配了且利略的一個經典的話語 好 那當初的想法是這樣 既然這些都是做科展的學生 好 不見得玩數學 但是願意思考 願意觀察 願意操作 好 那不過我們的經驗是 很多做科展的 就把它當海報而已 完全不願意做DIY 好 好 那這是一點插詢 有興趣的話 這個在教育部學科中心的數學電子報裡面 好 你打關鍵字搜尋 那文章介紹 還有PowerPoint電子檔都可以下載 好 那時間關係以來 我們最後一個壓軸的部分 好 這個是外頭有機會看到的 壓克力或木頭做的 好 這些一隻玩具 那四角處的是其他的變化板 好 那我先帶各位 讓你馬上變大師 來 剛剛多半的夥伴操作 通常是這樣 好 如果你觀察力夠的話 好 通常都像這樣 好不容易五個零件相對位置找到了 第六顆零件 真的是暴力法硬塞 好 這是你初學者達成任務的手法 好 那外頭你有機會真的看到像這種 木頭做的一隻玩具 好 或是這種 魔神園的 不過還是同一種結構 好 它的操作 你暴力法塞不進去 因為它沒有韌性 好 那我們現在教你一個高級的手法 好 提示就是把它二等分 好 如果你會的話 下一次你就很厲害了 它可以變成兩隻雞爪 好 一隻順時針 一隻逆時針 那它非常漂亮的設計就是 利用這樣順時針逆時針的 互相相牽的結構 你扣住我 我扣住你 好 就組裝完成 那不過特別叮嚀一下 拿到的它並沒有真的扣住 它只是互相的插住 有點類似這樣 手只是插住 它沒有扣起來 好 它只是插住卡住而已 好 所以 如果你拿到紙的還好 好 待會你給它空中旋轉 它就天雨山花飛走了 好 那它還好丟到雜道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你是拿到木頭的 不要成功之後很高興一甩 好 你家的玻璃都通通都破了 好 好 那有興趣的 待會 原則就是二等分 好 二等分 你會掌握這個原則 它可以像對稱的風車這樣 吹著它去轉 你可以吹著它一直吹一直轉 那也可以三隻腳站著 像這樣疊羅漢 你的數量越多的話 它可以越疊越高 越疊越高 那今天有些人第一顆做得不太精準 或是誤差好大 那沒關係 好 慢慢練習 慢慢練習 好 如果你不趕時間的話 就再耽誤你五分鐘 那如果趕時間的夥伴 時間到了 你可以自己東西帶走 可以離開 好 來 那最後介紹這一幅 爬不安的樓梯 也很經典 好 這個 直接看裡面的人物 裡面有兩群人 一群人 順時針的人在爬樓梯 順時針的人在下樓梯 好 這幅畫就這麼稱呼 叫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好 這群人不斷地爬樓梯 但是跟瀑布很像 爬著爬著又爬回來 好 那內圈的人 順時針這一群人 descending在下 他們在下樓梯 好 那先插播一下 好 各位大小朋友 萬一哪天不小心做夢 夢到你困在這個樓梯裡面 來 請問你會選擇爬樓梯還下樓梯 下樓梯 下樓梯 好 那我們給你一點人生的方向 好 侏羅紀公園裡面的 經典的那一句話 生物會 生命會尋找出口 好 萬一不小心 你人生遇到大風大浪了 不要隨便就跳樓 記得尋找出口 好 旁邊有出口 你可以不要跟它玩 你可以跳出來不玩 不參加那一場遊戲 好 這是Asia 這幅畫很勉強好玩的一點詮釋 那待會看一下他的動畫 也想這麼說 好 這是英國比的帥哥 Asia size都差不多 好 那我們的重點是數學 就直接把結構抓出來了 好 他是利用這一個潘螺絲樓梯 好 那一對英國心理學家 畫出來發表的文章 好 Asia也讀到這篇文章 很高興 就把它數十年的畫作功力 放進去了 好 只不過沒有什麼改變 那這個部分 你聽得懂的就聽 聽不懂的沒關係 反正知道有人那麼厲害 這麼畫就好 好 他不是潘螺絲三角 好 那老師試著用我理解的方法 帶你看一遍 好 假裝桌面上有三個積木 兩個長方體 一個正方體 那當我看這兩個積木的時候 請各位觀察 ABCD這四個點的高度 好 桌上這兩個積木拼起來 ABCD的高度是越來越高 好 A在底部 B高一點 C高一點 所以理論上 這個潘螺絲樓梯怎麼畫 你只需要用S這個 長方體的長寬高 逐步的把你要的樓梯 好 水平垂直的高度 通通有平有距的畫出來 好 所以你的樓梯 基本上是正常的 好 方大鏡怎麼看都找不到錯誤 因為你是根據空間中 S軸Y軸Z軸 長寬高畫出來的樓梯 好 但是正常的樓梯 只能畫到D就結束了 好 那D到A這個樓梯怎麼畫 我們就換一個角度 看這個積木 好 一樣ABCD四個點的高度 好 只不過這個時候的A 突然會是最高點 好 所以你一樣有平有距的 按照長寬高的相對位置 畫出BCDA的樓梯 好 那最後 爬不完的樓梯 就是適當的切換 好 當我用Y看A最低 當我用S看A最高 好 所以樓梯就技術性的轉換 好 它完全沒有作弊 完全沒有作假 那你畫出來的樓梯 好 理所當然就這麼一回事 好 那這個不好畫 所以沒有給各位練習 讓你初步有一點概念 那接下來我們看他的動畫 你會比較看得懂 這是正常的樓梯 這個能收到發音 所以 提及 看你的看你的看 看你的看 他們會否會去 或會無尋常的 正常的 我確定 你會達到 當你不來 這一個 看 看他的看 看他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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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看 好 找我吧 好 我也要不是 不关 ya 我都行 你真的无法 你但是5个人 我 我 你怎么买你 我尽舀我 我一直在我的手 你真的要来 我 我 敷人 我 喔 好好 你 好,這個動畫稍微搞笑一點 答案只有一個不要沒事就跳樓這樣 好,那它的目標是 這棟建築物200%正常 不像一開始的望樓柱子是歪的 水道是斷掉的 這個建築物你可以完全按照 現實世界合理的結構蓋出來 那它的熱門是直升機指定的位置拍照 樓梯爬不完 但是它帶你從低點降落之後越爬越高 這是三個空間正常的樓梯 那它真正善用的原理只有一個 我們說的兩點決定一直線 這裡如果是樓梯的低點 那它越爬越高,越爬越高 你最後直升機就是這兩點決定的直線上 咔嚓,這兩點就變成同一點 那真正在拍照的時候 會有焦距景深清楚的問題 那今天A學是畫畫 所以都可以畫得一清二楚 那它就帶各位真的爬樓梯 好,但你從低點降落 越爬越高 那旁邊的兩群人都是架的 都給它堆下去 好,爬到高點的時候 爬到高點的時候 爬到高點的時候 低點在左下角 這是低點 所以它下不去 只好倒退 然後真的越走越低 只是煞車不急 這是高點 好,那就像侏羅基公園說的 生命要尋找出口 好,那最後我們一點點小壓軸就帶完 好,那如果在座你自己大朋友小朋友 你對今天這個結構還有興趣 或是你對數學本來就還不錯 好,那這個零件的長寬高密集在這裡 好,只看它多半的人這輩子第一次碰到 真的看不懂它怎麼回事 好,那如果你有興趣看懂長寬高的 誰是根號1、根號2、根號3 答案都在這裡 好,多了一個外框 你會看得懂原來這麼簡單 好,那這個不透明的 看起來效果就比較不一樣 好,那最後一個小小的 數字的冷笑話給各位笑一下 好,那我把它改編了一下 好,那各位聽聽看 好,那也做一點期許 好,在零小時候 他在馬路上碰到八 好,他碰到八的時候 他丟了一句話說 小心啊,別掉下來 好,那時候零長這樣小小的 他看到八以為是兩個零在跌羅漢 好,所以他丟了這一句話 那是那個時候他的認知 好,那也做一點期許 或許各位現在大小朋友 你對數學的認知停留在某個階段 好,或是學校畢業之後 就從來不碰數學了 好,但是不考試的數學 可以玩的不一樣 好,等到零長大了 他對數學的認知 又到了另一個境界了 好,這是網路上丟的笑話 好,零走在馬路上碰到八 他說,胖就胖嘛 幹嘛扎個腰帶 好,那同一個東西 你不同的知識背景觀點 看到的不一樣 好,那老師的課程 初步到這邊 待會需要的歡迎來拍照 或是這些模型 你有興趣合照 請溫柔的拿 那最後說,剛剛 可能各位都是老鳥了 都會達成任務要來領小禮物 不過今天我們完全沒有小禮物 好,勉強來說 如果各位需要的話 你怕你做好的零件 不小心待會就踩扁了 好,那我們有準備夾鏈帶 那夾鏈帶也教你科學一點使用 好,待會你這顆模型 做了輕心萬骨的模型 塞進去之後 好,既然它是夾鏈帶 請你真的山用它 好,就是快要封口完畢的時候 真的讓它變空氣墊 好,真的讓它有保護的功能 好,不然你沒有空氣墊 你待會踩到還是扁的 好,還是扁的 來,有需要的 有需要的 我們大哥哥大姐姐會 好,請助教吧 我們助教會吧 好不好,請坐 小朋友不要 可能坐兩小時太久了 好,那兩小時的課程 操作佔了一些 只是讓各位有一點喘口氣的機會 那希望這種名畫中的數學 有平有據的數學 不是無厘頭的 好,讓你看懂數學的設計 那有興趣 這種不考試的數學 真的很有味道 好,希望今天各位收穫豐富 謝謝 謝謝 好,謝謝董老師 因為至少,今天在這個天氣不生 瓜哥大姐的花花金 謝謝老師 要頒有獎中 各位在這個空間裡 進入一個美麗新境界 希望有啦 至少你會帶來一個很漂亮的 新星回想 所以呢 可以借各位的手 就是我們一起來 就是在國大學 來謝謝我們 吳老師今天給我們一個 這麼精采的下午的媽 謝謝 來 女兒趕快 來… 來 一起頒獎子 來…她太小了 你要不要站在上面 好 女兒趕快… 趕快… 好… 好 來 拿著獎子 姐姐會不會站不上 來 拿獎子 女兒不要拿 來 你到老師那邊 你帶老… 你帶老師就… 來來來 媽媽來 你們全家還是… 教授 謝謝 老師一起… 老師一起 老師 你讓你站旁邊一點 我好想打雷 我也要等一會 好 來 看看哥哥 好 再照一張嗎 謝謝 謝謝 再照一張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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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 黃老師有說 想要給老師合照的 參選上來 然後也去帶著這些 跟這個非常新式的拼圖 還有我們前面的這些 sampo 可以來參觀 再次請小心對待 謝謝 那 各位朋友們 你們聽完關鍵以後 聽完才交給我們工作人員 然後呢 非常謝謝 今天 大家 大家 支持我的工作人員 然後 歡迎大家 大家 支持我們的工作人員